大家好 歡迎來到歇欣的Bangman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它總共有兩部份 A和 B 而且你會看到B 有一顆星 即是說可能它是一條較麻煩的題目 或者是一條較深的題目 較抽獎的題目 看起來B 看起來也很煩 等一下要小心翌翌做 不要急 要慢慢來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條題目 這條題目是L1 2x-y-1-0 還有L2 2x-y-10-0 就會是Intercept at the point A 即是說它們是相交於A點 A part 送給你 就叫你Find the coordinates of A 事不宜遲 拿一張單行指出來 A part 正在說 為何我會說是送給你 原因就是叫你聯立 就是把L1這條線 就是叫做2x-y 再加1 等於0 我叫它做1色 還有還有就是L2這條線 就是叫做 x-y-y 再減10 等於0 我叫它做2色 然後就聯立了它做 Solve x-y 當然你可以用Program去按它 立即按Solve 1 & 2 這樣就完成了 但是今天我用電腦拍片給你 我就不是說 現場版給你教你用Program 在我的計算機按 所以其實我就不按給你 反而取而代之 硬橋硬馬真功夫 我們用手計 我就會用Method of Elimination 加減消炎法 就是這樣說 我就會1色加2色 因爲都是初中夜 沒理由在Goform這裏再次教你 所以你盡量跟 在這裏 1色加2色的情況下 就是說 上面這條色 再加下面這條色 就是簡單點說 等好的左手邊 就是上面加下面 所以在這裏看 2x加x 就是3個x 然後再來 上面減下邊 就是減Y再加Y 所以抵消了Y 最後就是1 再加這個-10 就是1-10 就是-9 OK 就會是等於0 而事實上 如果你比我繼續做下去的情況下 就是3x 就是等於 減9調過去變加9 最後 乘3 調過去變除3 所以9 over 3 最後就是3 換句話來說 這個就是 不如我叫它做3色 今次我最想找到Y 怎麼搞作呢 沒有的 就是substitute 先寫英文 3色 就調到1色 中文的同學 就是把3色 代入1色 那真的發生什麼事呢 沒有的 那就是 1色這裏說什麼 就是2乘x 就是x就是3 再減Y 再加1 就是等於0 那就是 換句話來說 減Y調過去變加Y 等我左右兩邊調轉射 那就是Y在這裏 好 2 3 就如6 再加1就是7 所以Y等於7 那就是簡單說 所以終極答案出來了 那就是說 它們的A點 解決出來的XY就是A點 就是Interception Point的交點 就會是x是3 而y是7 那整件事已經解決了 OK 這個就是A部分的答案 好 那B部分為何我開了那張新紙 看看它問什麼 先 B部分都頗煩 因為你看到它有升 看不看 一起看看它問什麼 先 那它就說 現在A 是reflected about the x access to the point B 首先第一個動作就是 A點 就沿著X軸 反射去B點 那第二個動作 那它就說 L1 就會割 x access at point 有第二點出現 那之後 再來 那它就說 那個Straight Line L3 原來就是passes through 兩點 分別就是B和C 就是剛才那兩點 所以簡單說 你搞不定 B點和C點 你隨便錯一點 你整條都錯了 OK 可以嗎 那等一下小心一點 所以為什麼這裡打升 原因就是這樣 煩 OK 小心 所以它就說 Is L1 是Perpendicular to L3 真正打大佬就是這裡 它在問你 L1 是不是和L3 互相垂直 OK 那它就叫你explain your answer 好 那拿一張新的單案子出來 由於時間關係 我都放定個問題在這裡等你 那就免得你揭來揭去 大家看著來做好一點 那我們不如解決第一個問題先 那其實在這裡 第一樣東西 它就說A點是reflected about the x access to the point B 那跟著我自己就在這裡想 那不如我畫一個xy access出來先 方便點想事情 好嗎 我畫大一點點 好嗎 我畫大一點點 畫好一點 對 畫大一點點 這個就是x access y access 就在這裡 好嗎 那就xy access 而事實上 你讓我做下去 剛才A點在哪裡呢 那我拿一支綠色筆 好嗎 那A點就是在A Park做過 就是這裡 就是37 所以37在哪裡呢 我畫下去 37 就大致上 我舉個例子 就 跟上scale 37 就大致上 舉個例子 在這裡 好嗎 37 這點就是A點 我畫多一點點 那 這個是A點 就是37 OK 而事實上 他說會沿著 x access 去做reflect reflect about the x access to the point B 那就是沿著 x access 先沿著這條線 是吧 簡單來說 沿著什麼 拿一支 黃色這條 y access 做反射 那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問我 那我就會覺得 那一點 就會是 大約 按目測 B點就是這裡 對 為什麼呢 不如我解釋給你聽 如果你把這兩條線連貫起來 你不難發現 其實 不如我畫美一點點 給你們一些虛線 對嗎 司徒搞美一點 那麼 如果你搞美一點點 你不難發現 這邊呢 他們的垂直距離 那就是 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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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裡有多長 這裡就有多長 因為它是沿著x access reflect 反射下去 把這些反下來射 所以其實就是簡單說 對稱 所以應該這樣說 那你移過來 就是3 因為A點告訴你 所以B點這個位 X位都是3 你移上去就是7 7格 所以是37 你跌下來 亦都是要 移過來3 跌下來都是7格 那麼長 所以下面就是負7 所以B點都很明顯 我會覺得就是3 負7 可以嗎 所以其實我會先回答 就是clearly 起碼騙了1分 一定有分 B點 就是3 負7 所以做這類型的題目的同學 就是要記緊 不要急 慢慢來 逐個炸彈拆掉 先拆掉這個 那你逐個分數拿了 那如果你不是的話 你全部一砍一砍一碟射 人家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trace不到你 你全部適合 當然是最好 給分你 但是你錯 不知道哪個部分一錯 人家trace不到就給不到分你 很多時候 可以嗎 所以拆散些射 好 第二個我們要拆彈的問題就是 怎樣 就是這個 他就說L1就會削XS at point C 就是要拆C在哪裏 所以其實L1 或者這麼說 我就先拆C點 做0C 好嗎 現在我想找C點0C 即是C仔 這個再拿來 他說L1會削XS 就是要加C點 所以其實我就先拆掉它 去L1 所以拆掉 C點叫0C 就 into 去哪裏 就是L1 OK 中文的同學 即是把C點叫0C 就代入L1 結果發生什麼事呢 即是換言之 就是二成 因為我們題目有說過 L1的比例是什麼 這裡也有說 就是 叫做2X-Y加1等於0 對吧 所以其實我們就再加它下去 就是二乘X X就是0 再減YY就是C 再加1 就會等於0 結果發現 將減C調去變加C 2乘0就是0 加1 即是1就會調過去變加C 即是1等於C C就是等於1 調轉蛇 所以C就是等於1 所以其實你也不難發現 其實C點 你回到人 就是01 肯定有1分 OK 所以我們更新圖句 如果C點叫01 大概在那裏 0就是這裡 1就推上一格 所以大概按目測 好嗎 按大概的Scale和目測 現在應該舉個例子 就是在這裡 C點 這個叫01 OK 那它現在問你什麼 就是在問你 喂 究竟 現在 來了 打大佬了 它在問你橙色這個部分 不如我拿一支 highlight給你 好嗎 它在問你 究竟L1和L3 是不是Propendicular to each other 是不是 L1 是不是垂直於L3 那我就在想 那L3在哪裏呢 我拿一支粉紅色筆 很明顯 它說的L3 就是會通過 這裏說的 就是Passed through BC 所以其實真的簡單說 它就是通過BC的一條直線 即是 畫得很壞 不如我拿一支間尺去畫給你 好嗎 它應該在問你這個 就是通過這兩點 是的 的一條線 就是粉紅色這條 不如我再畫漂亮一點 在這裡 先補一些漂亮的位置 這個就是L3 那究竟是否和L1是Propendicular呢 那我就馬上去想 首先 我起碼要知道這兩條直線的斜線 那不如我先計算L1 好嗎 L1 它的斜線是什麼呢 沒有的 它有equation 給了我們 就是2x-y 再加1 等於0 老老實實 這樣就很漂亮 因為一般式Jerno Form Ax加By加C等於0 好像一般一樣一樣 但好吃 因為你什麼都看不到 那所以如果你要看它的slope 有幾多 或者看Yależy 或循述距離 是幾多 那你就要用Y 而且有MX加C 斜折式 Slope Intercept For repercussions 那真的簡單一點講 別講那麼多 做 就是 fund y 和毛ガ Bah 所以其實等於 Tay 就會是y等於2x再加1 所以你看到也挺明顯的 這個x前面的粒就是m m就是slope位 就是2 而這個位加c就是y intercept 雖然為何未必用到y intercept 但我都寫了給你 但重點一定會用到這個slope L1的slope就是2 然後我會想看L3的slope 就是m3 而m3我會怎樣看呢 因為這條反紅色線上有兩點 它會通過兩點就是c.01和b.3-7 有兩點就找到slope 所以m3 根據公式 就是y2-y1 over x2-x1 那你就能夠計算到slope 所以我會是1-x7 再over 就是0 再減3 所以你不難發現 loads整個 debe整理好看 這個M3就是虞8 over30 ok 我們要知道 究竟它們有沒有 pело.2 最簡單的 Council 先試試把它 操 área 先證明 看是否貴1 如果乘zem 和複1 就是p earth erső 現在的說話 我們試吧,就是M1,再乘以這個M3 就會等於什麼?M1在這裡你也看到,它是2 所以我就放個2下去,再乘以這個M3 M3在這裡我們就做過,就是-8over3 而事實上,如果我們這樣做下去的情況下 你不難發現它們兩者成為,其實就是-16over3 而事實上,你可以很大膽地告訴別人 其實就是它們不等於什麼?-1 既然它不等於-1,因為我不太夠位 所以我不如解開螢光幕在右邊 這裡再做它,就是簡單說,我會在這裡 移私上來這個位置繼續做下去 OK?這樣可以嗎? 由於M1乘M3,最後再做一下,是不等於-1 我做到,對吧? 所以,就是發生什麼事呢? 你有足夠證據告訴別人 就是L1 is not perpendicular to L3 OK?那整件事就完成了 中文的同學,L1不是垂直於L3 那就完成了,OK?行不行? 好,那就檢查一下,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OK?APAR的答案在這裡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OK?好,謝謝大家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我們再見 拜拜